万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七讲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第二节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安排了两个例题 带着大家对这个咱们前面学到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的这个准则和处理 在这个实际做题的过程中有一个落实 有一个整体上的具体的把握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一个题 说到2007年1月1日 假公司支付价款1028.244元 购入某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公司债券 开债券的票面总金额为1000元 票面年利率4% 实际年利率为3%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题目出的是比较人性化 是比较体贴的 因为把这个实际利率3%已经告诉大家了 如果这个3%没说或者是没告诉大家 那咱们算这个题第一步 就要用内插法先求实际利率 但是这个地方题目出的比较人性化 这个3%已经给大家了 所以咱们就不用算了 而且这个真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简化了大家的计算 因为内插法算3%确实不容易 好 咱们接着看 说利息每年末支付 本金到期支付 这个讲的就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对吧 好 接下来说 假公司将该公司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个划分大家也要注意 不能条件反射的一看到说这个债券就反映持有之到期投资 那就麻烦了 这个地方人家划分的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具体的说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好 下面说到2007年12月31日 开债券的市场价格为1000.094元 这是所谓说市场价格 提示大家这就是相当于在2007年末的公允价值 按照咱们前面说的核算的思路 最简单的说 咱们在2007年末有一个贪欲成本 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允价值 两者之间要比较 差额要调整这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对吧 好 我们接着来看 说假定无交易费用和其他因素影响 假公司的这个账务处理 说那应该怎么做呢 说在这个2007年1月1日 这个就是购买日 就是我们初始确认 说那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1000元 这个1000元按的是它的面值 或者叫票面金额 利息调整28.24 这个就是讲说 企业一共付出的对价是1028.24 但是我们成本是面值1000 咱们慢慢看 说第一个 我们先要算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怎么算 我说过 我说实际利息 我们一定是用碳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简单点计 就是实际乘实际 对吧 用碳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这个是用1028.24 第一期期初的碳余成本 就是我们付出的对价总额 1028.24 乘以实际利率3% 算出来我们的实际利息 或者叫做投资收益 或者叫做利息收入 都可以 说的是一回事 就是这个30.85 它既有可能叫实际利息 也有可能叫利息收入 也有可能叫投资收益 都有可能 并且我们要看到 说这个2007年年末的碳余成本 那应该怎么算呢 用我们期出碳余成本 1028.24 加这个30.85 是我们按实际利率 计算的我们这一期的利息收入 减掉40 40说的是 我们发行的那个债券的发行方 按它的票面金额1000元 并且按它的票面利息4% 每年对我们购买方复息 每期期末对我们购买方复息 1000乘以4% 是这个40 就相当于我们 碳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即提的利息收入 每期是变化的 但是我们每期固定的这个现金流入 或者叫做对方向我们 派发的这个利息40 这个每期是不变的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算到2007年期末的贪余成本 是1019.094 这个是2007年期末贪余成本 也就是说第一期期末的贪余成本 好我们这个算完 我们接下来看到 那我们对于这个第一期期末 既提利息的这个账务处理 那我们首先说应收利息40 这个上面我刚刚说过 这个是将对于我们的现金流入 而且是用票面乘票面的 然后我们这个投资收益 30.85 是用我们的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第一期期初的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差额调整叫做利息调整 而且利息调整 调整的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美价值 这个题具体是9.15 就是这个地方的9.15 并且我们说 那我们第一期期末的贪余成本 就是2007年12月31日贪余成本 还有一个不较简单的算法 就是能让大家直接看的一个办法 就是用我们期初成本直接去调这个利息调整的这个金额 如果这个利息调整这个科目在借方 那我们就用期初的贪余成本去加 如果像他这个题目 利息调整的这个科目在贷方 那我们就是用期初贪余成本去减 结果就是我们期末的贪余成本 像这个题就是 我们用期初贪余成本1028.24 去减这个9.15 减出来是我们期末的贪余成本 有了期末的贪余成本之后 我们用期末的贪余成本和期末的供余价值去比较 差额就是供余价值变动 那好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所谓说这一期期末的供余价值 供余价值是咱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1000.094 是2007年12月31日的 它叫市场价格 其实就是供余价值 是1000.094 那我们就要用这一期期末的贪余成本 和期末的供余价值去比 那期末的贪余成本 前面我是从这个期初贪余成本开始算的 1028.244去调了这两项之间的差 就是这个9.15 调完之后是期末贪余成本 用期末贪余成本和这个1000.094去比 差额是差19 并且这个是期末贪余成本减这个供余价值 就是贪余成本比供余价值多19 反过来说 那咱们的这个可供出售金融司坦的账面价值 应该往下调19 减少19 因为贪余成本高 供余价值低了嘛 对吧 供余价值向下变动 变动19 那我们账务处理 是借其他总共收益 贷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供余价值变动19 接下来 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债券案的发行方 向我们给予的 或者叫做分配的这个利息 那是借银行存款40 贷应收利息40 因为咱们前面确认的应收利息 这个地方把这个应收利息冲掉 因为我们真实的收到钱了 这个题目说到这儿 我还要跟大家再多补充一点 就是说到 说这个我们期末 贪余成本和供余价值的比较的问题 具体大家不要纠结 说我们在期末 是用贪余成本减供余价值去比 还是用供余价值减贪余成本 这个其实大家理解了之后没有区别 也没有哪个教材 或者说是什么地方 一定告诉大家 说是要谁减谁 这个没关系 我们用这个贪余成本减供余价值 减出来是19 这就说明是贪余成本大 反过来减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供余价值去减贪余成本 减出来是负19 说明还是贪余成本大 那贪余成本大了 我们要往供余价值上去调 那就是调减 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差别价值 所以这个分路是一样的 减出来正与负也都没关系 我们要的无非就是19这个差额 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说到这个程度 这个就是第一期期末 我们说这个贪余成本和供余价值 有个比较的问题 这个题目后面没有说了 就是如果要是还有 让大家说后续的几年 后续的几期期末要连续计算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这个贪余成本和供余价值 调完了之后 那我们下一期期的期出成本 期出贪余成本怎么办 事实上是这样 我下面专门用了这个一页的内容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这个就讲到说 说我们的贪余成本和供余价值 事实上这个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体系 它两个价值体系 在这个两个价值体系的情况下 我们每期期末 是要去作差 并且这个作差一方面调整可供充售债务工具 或者叫可供充售金融资产的账目价值 另外一方面这个计入其他总统收益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第一期期末 贪余成本是100 我们的供余价值是80 那差额20 20我们调到这个 可供出售的这个账面价值了 调完以后 我们第二期期初的贪余成本怎么办 大家一定要记住 贪余成本是在一开始 我给大家那个红色的大表 我们每次其实算贪余成本 理论上都是那样一个表 在那个表算定的情况下 每一期期末的供余价值 无论怎么变化 它都不影响下一期期初的贪余成本 下一期期初的贪余成本 只跟上一期期末的贪余成本有关系 如果有减值 后面咱们再单说 在这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供余价值的变动 是不影响期初贪余成本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这个第一期 这个贪余成本100 供余价值80 我们调了20 那我们下一期的这个期初的贪余成本 还是要用这个100 而是不能用调过的那80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 特别是怕就怕考在说 未来的几期让大家连续去算 贪余成本和供余价值两个体系 互相不干涉 不要这个混到一起去看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就单说到这个差额的问题 差额也是一样 我刚才还是举那个例子 这是100 这是80 我这是20 那我第二期期末 又有一个贪余成本 对吧 又有一个供余价值 这又有一个差额 假如说第二期的这个期末 我们算出来差额是40 的情况下 我们要看 我第一期 供余价值变动变动了多少 假如说第一期变动了20 那我第二期这只变动剩余的20 等于就是说 我们这个供余价值变动的这个累计数 每期期末是累计数 要扣掉上一期已经确认的 余额在当期确认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如果这儿的差额是40 第二期期末是40 但是我第一期期末已经有20了 那我第二期期末只确认剩余的20 余额在当期确认 这个地方大家也要知道 好 这两个说完 我把那个前面的例题稍微 人为的延伸了一下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叫沿用例题 说假设2008年12月31日 因为那个例题前面讲到2007年12月31日就结束了 后面事情就没再说 这个是我把它人为加上来的 说 假设到2008年12月31日 开债券的市场价格为这个900 其实为900那输的就是2008年的期末 供允价值是900 说其他条件不变 那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账户处理 好 接下来我把这个例题一延伸了一下 目的是让大家看一看 说这个如果连续去算几期的期末的贪用成本和供允价值的比较 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处理 因为前面的例题一说到2007年的12月31日就结束了 他往后的事情没有再说 这个08年12月31号的事情是我人为把它补充进来的 那咱们看一下 说到2008年的年末 开债券的市场价格为900 这个900说的就是在2008年年末的供允价值是900 它叫市场价格 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 那咱们看到说这个借方应收利息是40 这个咱们不说了 贷方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30.573 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用1019.094乘以3% 也就是说这是用2008年期初的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计算出来的是30.573 差额在贷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是9.427 是借方和贷方的差额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我们算到这一步 我们2008年年末的贪余成本也已经可以确定了 对吧 按咱们前面说的 就是用2008年期初的贪余成本 也就是2007年期末的贪余成本 去调整这一期的利息调整去 这一期的利息调整是9.427 并且是在贷方 那我们是减 减9.427 减出来的结果 作为2008年末的贪余成本 用2008年末的贪余成本 和贪余价值900去比 差额调整贪余价值变动 好 那我们就看 这个90.667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用2008年期初的贪余成本 1019.094去调整9.427 调整这个9.427 调整之后和贪余成本900去比 这个地方还没完 我们调整出来的这个 供应价值变动金额 是累计变动的金额 我们要看第一期确认了多少 余额在本期确认 所以说还要减掉19 19是2007年年末已经确认的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这样 最终结果是这个90.667 是作为在2008年年末确认的金额 好 这个说完 咱们这个连续的计算 就算说的比较完全了 如果后面各年度还要求算 那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思路 往后再持续算就可以 这就没有问题 咱们下面接着再看例题二 例题二说 假公司于2013年3月3日 购入以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 100万股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是可供出售权益工具了 对吧 说每股支付价款4元 并且这个4元里 包含了这个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股利 一元 这一元要单独确认 确认成应收股利 大家要注意 并且支付了费用2万元 支付了费用2万元 说在2013年3月5日 收到上述股利 2013年12月31日 每股收盘价是3.6元 这个地方3.6元 上面有100万股 大家要把它盛起来 2014年4月4日 假公司将上述股票 全部对外出售 收到价款400万元 这个题 作为一个恐出售的权益工具 不是让大家去具体的看账户处理 只是让大家看一看相关的损益和投资收益 怎么计算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说到第一个 算一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确认的这个投资收益 在出售的10年 确认的投资收益 那我们应该怎么算 就是用出售的净价 减去取得时的成本 所以这个是讲 我们这个投资收益 其实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 一部分是出售那个10点的净损益 另外一部分的内容 是持有期间累计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净额 我们也转入了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地方的投资收益 包含的是这么两部分的内容 但是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直接用出售的这个净价 减成本 就直接可以这个算出来 两部分不用分开算 但是如果愿意分开算 可以算 没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用400 是我们出售时收到的净价 400 减去我们取得时候的成本 100万股 每股事实上是3元 对吧 因为对价4元 但你们包含1元是应收股利 所以事实上是3元 并且这个地方支付的 费用2万元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2万元支付的费用 按咱们前面说的 也是要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入章价值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算出来是98万元 这个就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个10点的投资收益 好 我们接下来算一算 说这一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从取得到出售 累计 能够确认的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不仅包括这个上面讲的 这个投资收益 同时还要考虑到 我们在持有期间收到对方向我们分配的现金股利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可以有个简便的算法 就是这个地方用总的现金流入扣掉总的现金流出 那结合咱们这个题来看 就是说总的现金流入是100万股 每股的股利是1元 并且要加上我们处置这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 收到的对价 400万元 这个是总的现金流入 我们再要扣掉总的现金流出 总的现金流出 就是我们初始取得时候 付出的对价总额 就是100万股 每股4块 还不要忘记了支付的相关税费 这个2万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用总的现金流入 减掉总的现金流出 算出来的就是我们一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整个持有期间 为这个企业带来的投资收益 好 这个讲完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这个金融资产相关的核算的思路 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并不再具体展开说了 只是让大家能有一个全面的印象 就是翻回头来再回头看一看 是这种感觉 就像有句话说 说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大家是学习准则 既要能够深入下去 能够深入的展开 能够学习进去 同时还要能够高屋见领的 能够跳出来 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说这个金融资产分类 我们第一类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我们初始计量用的是公益价值 并且交易费用 计入了当期损益 不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 而且这个当期损益指的就是投资收益在戒方 对吧 后续计量用公益价值 每期末根据公益价值的变动 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下面说到持有之到期投资 持有之到期投资的初始计量 还是用公益价值 交易费用 持有之到期投资的交易费用 要记入持有之到期投资的初始入账价值 或者叫初始入账金额 并且这个地方是通过这个持有之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这个二级科目寄进来 在这个后续计量用的是所谓说贪余成本和实际利率的方法 好 这个说完 我们看到说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的初始计量用的也是供应价值 并且交易费用要记入初始入账的金额 它的后续计量用的是贪余成本 其实这个贪余成本说的比较的笼统 我们的贷款后续计量用的是贪余成本 应收款项是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最后说到我们可供出售的这个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计量用供应价值 并且交易的相关费用要记入这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入账金额 后续计量我们也是用供应价值 并且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供应价值的变动记入其他综合收益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不一样 交易性金融资产记入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体现的是福盈福亏 咱们这个地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供应价值的变动 记入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体现的是不影响当期损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